欢迎收看订阅时刻 今天柯文哲的整个弊案 有惊人的发展 之前我们讲到 昨天收压进阶的关键就是 他已经坐实了图利的罪名 因为你明明知道 金华城的容积率案是违法的 你执意为之 而且你贯彻到底 而且你的手非常深刻的 伸到每个部分里面 这个你跑不了图利 跑不了图利 你就是五年以上 可是五年以上 现在不是检掉单位 可以接受的 现在继续往上 往上更可怕的是 柯文哲在家里面 收出了USB 收出USB里面 竟然有一个工作部系 有收了审刑金1500万 除了这个以外 现在还传出来说 他不只收了审刑金的1500万 里面还有科技大佬 还有财团的大老板 在那个部系里面 他非常清楚地收收了 各家的这个所谓金钱 你可以说他是政治现金 或者是汇款 现在搞不清楚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金流可能勾计出来吗 而且那个1500万的时间 刚好是跟金华城建造 拿到时间 时间是刚好的 这个在行贿的行规里面 建造能够拿到 就是一个行贿的时机 这两个能够 Bingo起来吗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 姚慧琛也加入我们的讨论会 你好 大家好 好 孙宇璇 出大事了 刚才讲 现在不是说土利 不是说你明明知道 金华城的这个容积率案 是为法的 你执意为之 结果是你已经查到金流了 而且这个金流 跟审计机有关 而且审计机有关 是谁在分的 是映晓慧在分的 那映晓慧在分的时间点 刚好是金华城 拿到建造之后 宝德哥 现在我就两个自送柯文哲 糗了 为什么糗了 他之前讲说 我跟你讲 我就没有金流 你查不到我金流 结果 还好 柯文哲是什么 台大医学院的博士 我们讲台大医学院的学生 他是自商157 所以他有个好习惯 什么事 他会做笔记 做笔记 他把自己的账目 收了多少钱 清清楚楚的 全部都记起来 为什么 因为整个专业小组 在搜索柯文哲的住宿的时候 发现一个USB 然后里面有一个电磁记录 他写说什么 写 2022年 4月11号 消省 1500 省庆金 直接 张到啊 因为 各位 对照下来发现 不只是省庆金 它里面是一个账目啊 账目里面有好多好多人 刚好有一个人 叫做省庆金嘛 这表达是怎么拗啊 你知道吗 拗不下去啦 有人在想说 你会不会是 2022年11月1号下午的 1500跟省庆金 戒变 它说的格式不同 因为这个格式干嘛 它是一个账策的格式 另外一个除了以外 你如果是 2022年11月1号 刚刚讲 150应该接在后面啊 没有 是2022年11月1号 小省 在1500 反正这分两个词 你想想看 它当然不只1500 它一定可能又有什么300 又有500 因为它是一个账目啊 很多人 那你要怎么拗 有些搞不好 170 有些有什么7200 那你就想说 欸不对啊 那如果720 你要跟剪刀掰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它就是太巨细迷矣了 它跟高文案犯一样的错误 什么事情都要把它记得很清楚 而且宝洁哥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剪掉 当你看到这个 你一定心头为自己正 你第一时间你知道你会干嘛吗 跑去问沈静晶 你要问沈静晶什么吗 提讯沈静晶先生 请问一下你11月1号 有没有跟柯文哲先生见过面 那沈静晶只要说 没有啊 我没有跟他见面 事情都破大掉啊 直接破功了嘛 因为你只要没有跟他见面 我就能够确认这个是什么 对 确认是金流 我就确认是金流啦 而且刚刚讲到头 他掌握的这个USB的时候 他会讲到 这个是在2022年的11月1号 可是同年的20月18号是什么时间 金华城改建建造拿到的时间 是一样的 宝洁哥这都是没改 什么意思 因为当然有钱晶 但钱晶完成后面的工作之后呢 要有一个后屑的时间点 那你就会问啊 后屑什么时候 我跟各位讲啊 这种工程案件后屑都是在什么 建造发放的时候 因为这时候才是最重要的 代表大功到成嘛 所以在建造发放 你想想看哦 10月18号 结果到了下个月 11月 一天都不等你哦 1号马上发薪水 发给你1500万 直接脏掉 那更可怕是什么 10月18号发建造 11月1号 1500万进来了 发薪水了 领薪水的时间到了 我们都还要10号才能领 1号就可以领 好幸福 结果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来 印小微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讲说 4750万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金流 不见了 宝洁哥那个神秘的金流是多少钱 1500万 也是1500万 怎么会这边不见1500万 然后跟你讲说 印小微跟沈静晶 就是有行贿受贿的关系 他就是分钱的角色 结果刚好这1500万跟柯文哲 不要怪别人 你自己的笔记写1500万 就这样对上了 他把柯文哲这叫什么 这完全就金流勾串 全部过去串联起来了 所以就算柯文哲那个三寸不烂之扯 现在也够的嘴 变成阿嘴 而且跟他讲到 除了这1500万 现在这个已经变成铁证 现在你已经完全突破 你的这个破口了 更可怕的是跟他讲 你现在之前不是讲 还有700万吗 700万他们讲说 那是我的什么演讲费啦 我的稿费啦 我的版税啦 大家想 你怎么算 700万目前检察官都兜不起来 对 就是这个金流 我们到现在为止 就算把陈佩琪所讲的 我们姑且信资 包括他说什么首尾钱 现在又说不是首尾钱 又说是遗产钱 随便全部兜起来 发现不对 这个账目还是有 我们讲的问题存在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他还把一些钱干嘛 存到了儿女的户头 代表现在是什么状况 全家人都中奖 包括柯文哲 包括陈佩琪 包括她的子女 很有可能 如果说这个是 所谓的贪污的汇款 或者是黑钱的话 那全部散到他们账户里面 把他跟这伙完蛋 你知道吗 因为全家人都会中 这才是现在柯文哲 最可怕的一个地方 而且总的讲 那个收押金 在这个裁定书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在这个 沈庆经论功行赏的时候 他的配偶 被告的配偶 也就是柯文哲的配偶 给小孩 账目都有不明知情 对 所以你想想看 包括从我们的告怨 到我们的地域 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有可能 从所谓的贪污自罪 第六条 升级到第四条 换言之就是说 从所谓的土地罪 升级到社会罪 那理由很简单 就是因为 其实检调所提供的证据 有非常大的掌握 所以保险你看 包括连逸审法官 那时候我们讲朱家义 很多人现在呢 对他都有维持 想说你当时为什么 没有欺压他 但各位不对哦 为什么 因为朱家义 你在当时还记不记得 提训的那个时候 对 提审的那个时候 提审那个时候呢 明明是柯文哲律师提出 结果他在驳回的里面 写了一段非常详细的 也就是拘留你是有正当性的 拘留你有正当性就是 我问你的内容 不管问金华城 不管问木可 都有正当性 因为他们是同一件事 对他说那时候 柯文哲是不是说 我很生气嘛 我就不要录了 不录了啦 政坛哪个啦 怎样 他就把他逮捕了嘛 逮捕之后 他律师是不是马上提出 提审 结果他说不对哦 提审的过程当中 他说检察官要问你什么案 因为柯文哲说 你不能问我A 问我B 我C 他说可以 你抓我是A案 问我是B案 他说可以 因为这个顺序权 是由检察官的时候决定 而且他讲到一个 最关键的问题 他说你认为检察官说 他所问讯 跟金华城案无关 但是呢 你难以去辩驳说 现在检察官 真办这两件事情 因为这是跟 资金管理问题有关 真办阶段 尚未明朗 你不能说 这两件事情是 非截然可分 换言之他讲什么 所以牧可 金华城 他有个共同点 他都是资金管理 为询问 所以他有 修先顺序的 财狼权 而且这个事件 在目前 尚未明朗 换言之 整个法官 他在裁定 也就是朱嘉义 在裁定这件事情 他在讲一件事情 不对哦 牧可的金流 总统专务的金流 跟金华城的金流 这三者可能有神秘的关联性 可能有神秘的沟通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认为这三案 可能最后再跟变成同一案 所以这件事情 我当然觉得认为 检察官可以这样查 那不好结果我们现在看过来 请问一下 包括李文中 他都已经整个人被被告了 被告了 那这三个案件 是不是现在感觉拼图 越来越紧密了 随着印小卫的事情 包括朱雅虎的事情 感觉所有的拼图 所有的勾机 整条线一拉 感觉整串粽子 都快要拉起来了 而且刚刚讲的 李文中不是只有伪造文书 李文中也有背信 李文中的背信干嘛 你都有掏空所谓民众党 今天刚刚讲的 对柯文哲来讲 非常残忽之说 你今天不是有行贿 你不是有图利 你还有背信 背信就代表 你今天一手的 所谓的创立了民众党 可是你对民众党 吃干嘛尽 现在所有柯文哲 有关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奉势 因为都跟钱有关 刚刚讲的金华城 这个案件也跟钱有关 但是不要忘了 政治信息专户问题 还没有结束哦 因为他们现在 为什么李文中会变背信 理由很简单 代表不管你是 总统竞选专户 或者是说他以财务省的身份 甚至是跟 木可公司有关的身份 绝对在背信的这个环节 代表有总统专户的钱 不知道为什么 跑到了木可 不要忘了哦 那个时候总统专户 亏空多少钱 2723万的短缺 到现在文子 我已经问了 五六遍七八遍九遍 结果民众党有没有交代 没有 完全没有办法交代 所以各位啊 现在事情越来越大条 钱会越滚越大 好 武总 在这个金华城的案子里面 有一个 大家没有注意到 但至关重要的新闻就是 他发生的公安事件 发生的公安事件 出了一条的人命 出了一条的人命以后 第一个到现场是谁 黄珊珊 黄珊珊妙的是 她不是公务副局长 你也不是任何的 结果呢 黄珊珊第一个到了现场 第一个到了现场以后 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了 是柯文哲 马上就开了一个市政会 市政早上七点半 七点半把所有的副市长 把所有人都找来 找来以后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才智 要是把老姐 赶快让这个东西复工 复工了以后 进来就妙子 你这个1500万 刚刚讲 金华城的这个改建的执照 是在10月18号 如果我不能让你复工 这个公安事件不能解决 我不能复工 不能复工 我的建造就不能发 不能发的话 如果你们中间 真的有行货的过程的话 你建造不发 我的钱就不进来 妙的是 11月18号 建造给了以后 在11月1号的时候 就在USB里面 记载了 2022 111 小省1500 省庆金 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建造发了以后 建筑公司才能去申请融资 钱才能够下来 土建融才能够申请 没有建造不能申请土建融 所以它有一个银行的 拨款的条件是根据建造 建造下来 才确定的融机率 所以它的融机率跟鉴壁率 也同时 那个建造通通代明清楚 也不会有变更 所以这是一个确定的东西 如果有这个要 要这个答谢的几顾的话 当然要以建造下来 到这个业主手上为准 才能够 才有依据不会有变化 这第一个 我可以把法令解释一下 第二点 那个柯文哲写这个1500 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1500元现金 一个是他跟小沈约下午三点钟 那我相信今天金周刊敢放这个出来的话 表示这个检掉方面 已经查过这个行程表 又临着下午三点钟 下午三点钟我不相信这个 他们两个人会在那边碰面 两个都上班 而且有可能一个不在台湾 对 因为小沈不是每天在台湾的 所以我想应该排除掉行程的可能性 就是1500万 就是剩下1500万现金的问题 而且他特别提到 硬小微的角色 就是这个时候付出来的 因为硬小微的这个时间 他刚好就有一个1500万的去向不明了 对 从那个4740万里面 目前查到的有开销有去向的 有1500万不明 对 那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 那有可能是硬小微去交给 柯文哲1500万吗 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 这个事情不可能让硬小微做 这个事情要做的 如果要做的话 是沈庆青自己本人做 他不会交给别人做 对 他跟柯的交道 怎么可能让第三者介入完以后 把他等于说 说话要听他把他抵掉了 对 把他控制住这个问题 因为每一个都有可能翻脸 对 所以这个钱的 我认为硬小微的去处 很可能是 再回给沈庆青 退回去给了小沈 因为硬小微的 因为这个钱是从中工的系统里面 洗出来的钱 所以许多一部分 所以他要回流到小沈身上 所以这个交付的细节 就会变成 沈庆青直接对柯文哲 所以又回到这个事情上面 但是有一个好事在哪里 这个检掉就有一个优势 检掉可以用这个条件 用这个减免豁免的条件 来跟硬小微谈判 硬小微就承认说 我这个钱已经有退给 回给沈庆青了 然后你再算这个时间点 就差不多是 那除非沈庆青的话 沈庆青有没有给他 不承认不管他 对 那再来就第二个问题了 在那个时间的附近 柯文哲相关的账号里面 有没有进到总加 有类似的金额 多了一千五百万 类似金额 有一千五一千三一千四都有可能 看所以如果柯文哲账号里面 有类似的金额出现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中了 柯文哲就中了 不管小省同不同意 小省认不认罪都不重要了 因为只要有硬小微的证词 就咬到了小省 那小省否认 但是从柯文哲这边 有看到类似金额出现的话 他就已经构成他所谓的定罪或起诉的要件 所以现在已经从贪污制罪条例的第六条图例 已经上升到第四条违背职务的行贿罪 那是十年以上无期徒刑的 对 那这个金额就所谓的金额 就有可能出现了 那其他的金额一定还有 因为所有的给付 一定是从这个建造之后开始给付 所以他会分批给付 所以以后你还 当然嘛 因为这个东西跟工程进度有关 跟我的贷款有关 要贷款的钱下来 我才能够拨钱出来 因为小省也不是个很宽裕的人 他不是口袋里面 也是挖东墙 捕西墙 我针对本案来讲的话 一定是等到银行的拨款 他才能够有这个能力 去做这个相关的起付的工作 所以在查银行拨款的时间 跟相关账号的话 搞不好柯文哲就是查到他 后续的藏钱的时间点 好 因为你刚才晓得 这东西有个关键点就是 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建造拿到 建造拿到我才可以融资 这个就刚好符合最近流传的江湖传业 因为沈庆庆里面 还不是麻烦都现金 他也是十个锅子 我个盖 左手换右手 也就是我这个工程是 我不但是弄工程 然后用工程 我就去贷款 贷款了以后 我才能够黑龙塞洞 洗到我要洗的地方去 保良哥 刚才吴总讲了两大重点 第一件事情 沈庆庆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 各位不要误会了 不要以为说他有淘桌影员 他有金管管 没有他经济状况不宽裕 所以包括 暂时在总统大人期间 事实上沈庆庆要发放 非常多的建制现金 去给这些所谓议员 到甚至是可能是有所谓的官员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拒绝 因为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钱是借来的 那这时候你对一个问题出现了 你怎么个借法 就是刚才吴总刚才讲的 为什么一定要有建造 为什么那时候发放 因为建造之后 你才可以进行所谓的融资 你才可以贷款拿到钱 我讲白话我们就是这样子 而沈进京都不要忘了 他底下有非常多的什么 中工 很多的徒子徒孙 子公司 有工程 对嘛那这些子公司 孙公司我跟各位讲22个 都在拿22个里面 底下有几个工程 我就给你20个就好了 如果今天这20个工程里面 刚好每个里面 都需要进行所谓的融资 行所谓贷款 而沈进京他的钱是从哪里来 各位不好意思 就这边 这边500 这边1000 这边500 这边1000 这边500 那凑起来 才变成他发放政治现金的来源嘛 所以为什么检掉一直在找出什么 公关费 然后找不出个什么 所以然来 因为直接拨出去的 对而且保定 你知道这个钱最可怕在哪里吗 我若是用这种方式 有贷款到的钱 对不对 那我可能现金来现金去 我到时候 由这些子公司 孙公司直接 我要再回过去 回过去 我现金拿 我沈进京直接当面交 那你怎么查 你根本就查不了 因为你的账面 明目上没有经过沈进京的金流 也不会经过 金华城的母公司嘛 都是这些看起来 风马牛不相干的子公司嘛 都是底下的营造商 对嘛 所以很多我们讲的 民意代表要 根本不敢收 就是你神经你搞这个 那我们都认起来 不要了 谢谢 心灵了好不好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那你知道为什么 柯文哲自始至终 这么放心吗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重点 这些钱很有可能是现金 他不一定会进入到账目 不一定会进入到金流 不一定会刚好 这个我们讲 诶 这个写的也是什么 这是他的笔记本 我们现在才张到 不然如果突然间 一比一千五百万会进 他这三个账目里面 剪掉绝对把大动作搜索 这怎么会有这种怪事 所以代表很有可能是现金 所以如果是现金的话 你看 柯文哲前阵子 去看傅昆棋 他陪傅昆棋 结果从飞机上回来的时候 他也自信满满的 跟在场的人说 我跟你讲 进华城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我只能害怕 我个人里面 什么手机 USB 电脑 报那些资料 借给媒体 我只担心这个 所以柯文哲代表 他有把握 现钞 跟钱 不会被找到 给你看到这些 我也不要紧 但他忽略的是 他可能是自己比记作外多了 忘记自己还有作为比小省 2022年11月1号 所以各位 最大的猫腻在这边 但一旦这个破口全面打开了 那你想想看 紧接而来会是什么 包括连小省的逃注影员 毕竟那是你的会面的场所 如果今天是现金来现金去的话 那很多地点要炒 包括监视器可能都要去掉 就算你有可能灭胜的问题 因为代表 这个案件 这个细节 已经突破了检方过去的盲点 真正的猫腻 尝在工程款 好 回程 刚才讲的 今天金华城说早就已经被盯上了 大家没有想说什么好龙兵丢出来 没有 你要看到今年1月的时候 监察院已经开始有动作了 监察院开始有动作 就表示这件事情 早就在江湖上流传了 因为沈青金当时 他的金华城是不利 这个没做好 金华城没做好 他当时他要停掉 停掉的时候 他当时是负债很多的 他是孤注一指的 如果这个金华城不能改建 这个金华城如果不能拿到 融金这个资金的奖励 他就完蛋了 是啊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 从过去我跑沈青金以来 我其实很少注意到 他公司有获利良好的状况 你每次跑到他都是一些很争议 甚至2014年 2015年 2016年发生什么事情 说他在中国投资出现了一些问题 欠港商60亿元 而这60亿元导致他在东区的逃租一元 可能因为没有办法缺工程款 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所以2061年 2017年 2018年 陈青金想到只有一招 哪一招 就是把我的金华城容积率 从390起 不断地轻到560 不断地往上冲 容积率越高 楼越盖越多 就代表我这个地方越卖越多钱 所以今天有媒体上报去写了一篇 陈青金为什么孤注一指 十几年来不断地想办法 帮金华城这个地方捡到 而且我看那个数字 我觉得非常恐怖 恐怖在哪里 他说他当时这个地方原来是唐融铁工厂 唐融铁工厂他拿多少钱买的 10亿买的 我拿10亿买的 如果这个金华城干照这个金华广场这样搞下去 他给我多少钱 1600亿 我10亿买的 我只有搞的这个金华广场 可以搞到1600亿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十几年来 沈青金不断地跟台北市长之前市长好龙兵不断地在这边告来告去 我就在这边扯 为什么 因为你挡住我的财路啊 你挡住我的整个威京集团起死回生之路 后来遇到了柯文哲 柯文哲上来之后 没想到跟他变成麻痹麻痹 然后柯文哲不仅让他392% 变成是560% 说一句实在话 你560%你这样子盖下去 你的金华城也回本了吧 你所有的财务的问题 全部都解套了吧 还不够 还不够 所以你就真的知道 他要一次翻本 他一次翻本 而且他要连中国投资势力的 我们知道扬州什么 威京城中城之类的 也全部都要翻回来 因为这边讲了一句话说 如果能够完工顺消 这37年来 金华城才能够成功翻身 怎么成功翻身就是 我只花了十多亿购得的土地 我如果总销破千亿 不计亏损的话 我的差价打百倍之多 我就问你 他的整个逃州影员 盖在那边已经多少年了 大概也快十年了 也没有卖出任何一户 没有 只有他自己那一户 所以后来很多人发现说 你花那么多钱去盖 盖成像库斯拉一样 你不会赶快卖掉的话 你这样怎么回本 省千金做生意不用 我们不用再担心这个 你知道什么 银行借就有 东借西借拿我中工去借钱 拿我中石化去借钱 不断地去搞出钱来 所以这些那么多钱 到最后还是要还 怎么还 想办法还 怎么想办法 就是把金华城 从原本楼梯板面积 5万平8万平 弄到现代 12万平 这个像是金基姆一样 不断地升不断地升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科文则 让他容金奖率 竟然帮他升出了四项 增加了20% 还用他那个容金移转 然后买一些烂地方 结果弄到移转 又移转了30% 直接这样子多出 让他足足多出了 两三百亿的一个资产 你说这样子难怪 检方会认定他说是恶性重大 完全突立精华 好 主位 现在传出的消息 就是这个USB里面 清楚地记载这些账册 账册里面 刚刚讲的有 2022年11月1号 刚刚讲的1500小省 这个东西 他被人为真的有这个钱 可是你有这个钱 你干嘛记得这么清楚 还有 他说如果只是小省 你还没有办法咬住他 他说什么 有财团大佬 有科技大佬 有很多的钱在里面 对 可是像刚刚吴董说的 我们要小心 不要那么快上车 因为1500这件事 黄国商可能说 那是下午3点去见省进京 但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写3就好了 而且为什么不记在手机上 因为之前那个 他的幕僚不是说 他都会自己key在手机上 为什么要特别有一个工作布计 在USB上 所以这到底是时间呢 还是金额 还是其实只是小省欠他1500块钱 我们不知道 所以不要这么快上车 可能下面前面很多科技大佬 都是见面的时间 或者是那些科技大佬 都欠面一千多块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是个人比较讶异的是 检察官如果掌握这样一腔毙命的东西 这个时候为什么会马上流出来给媒体 为什么 是不是要让开始 让一些有心人等开始怕 开始怕 你知道当开始这些出来后 可能有一些科技业老板或是什么 心里想说 死呀死呀 怎么会出来啊 因为我们可以讲骨牌已经倒了 因为我们讲 邵秀佩已经倒了 唐正生已经倒了 现在沈庆金还在富于顽抗 现在看起来朱雅虎也倒了 现在要倒的人 现在不是说你只有市政府的人倒 不是这个计划整倒 我要你们大家都要倒过来 因为最有最不可能变成污点证人的人 第一个是沈庆金 第二个是柯文哲 为什么 根据我们的法令 污点证人只能从犯罪行为比较轻的人去找 因为你不可能让主犯当污点证人 去指控那些犯罪行为新的嘛 你只能去撤反那些犯罪行为比较轻的人 要他来把主犯冲出来 那今天柯市长跟这个沈主席 两个人在本案中应该是相对重的 一个行贿一个收贿 所以他们两个不可能被检方认定为 是污点证人的撤反对象 那今天检方就希望说 第一个有更多的证人自己主动愿意出来 譬如说此刻心慌慌的啊 怕被牵扯进去的啊 自己要不要出来交代的啊 这个里面我为什么是要给他钱 当时是因为什么什么的啊 或者是词差的知情人士 所以像这时候之前民众党一直在那边讲说 消息为什么要出来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可能是媒体自己趴在墙壁听到 因为我听过一个媒体说 真的他们当年跑法院 直接把耳朵都一直贴在那个墙壁上 另外一个是检方可能有意无意的想要 藉由一些讯息 让有一些人心慌 大家知道心慌就可能做错事 心慌就可能开始打电话 心慌就可能开始赖 怎么办怎么办 那当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检方就有突破口了 所以 而且你讲说 柯文哲把这些东西 钱寄在这个布置里面 他完全没有任何罪恶感 不是 柯市长这个人 我之前就告诉大家 他是一个法盲 就是他对法律常识的 这个知识是非常低落的 他都会觉得说 那以前别人都这样做 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 譬如说木可 他也会觉得说 国民两党都有党赢事业 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子 国民两党 不是都从选票补助款都拿走吗 为什么不能拿走 其实都没有 都是他自己想象的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政治人物体质应该是很正常的 他会记住 谁有给我钱 谁没有给我钱 谁给我多少钱 谁对我好 谁对我不好 他都会记下来 当年的MG149 不就是这样吗 每一笔都一清二楚的 刚刚韦翰哥才跟我讲说 他连洗钱这个功能 他都写得很清楚 他要如何帮别人洗钱 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连洗钱规则 他都要SOP 我知道他是个SOP狂 但是我不知道SOP到说 他要如何帮其他医生洗钱 都要文字化 所以这就是柯文哲的个性 大家记不记得裁定书里面 法官有一段 形容他对于他账户 金钱之掌握 巨细迷移 非常概念 环环相扣 对环环相扣 这就是柯文哲 他是 法官是从他的LINE 对话记录去发现这件事 他会非常的清楚指示 我的账户要怎么流动 钱要怎么处理 所以今天发现这个布计 在跟这个 地院昨天的裁定书 其实mark起来的 就是他对他的钱 是非常清楚在记录跟管控 那我怀疑一件事情 他们家的钱 应该是小钱 陈佩琪 大钱 柯文哲 好 刚才不是可是意思 欸 你怎么会记到这种程度 你不是陈堂正过吗 上面也讲的时间地点 钱多少数 都有欸 可是你说 这是阿伯的习惯 欸 因为这个东西刚出来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讨论半天 1500你到底有什么意思 那个乌智亚总事长 讲得很好 对不对 黄公昌讲说可能是下午三点 我们确实不知道啦 那显然金流跟现金 还没有直接勾基完成嘛 如果已经找到确实 哪一个账户那一天 就是汇进去的话 那现在就已经不是第六条了 第四跟第五条都会来了嘛 但是问题是 我是要跟大家讲 请大家这个情绪不要太激动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 21年前 21年前 MG149 这个案子虽然不是21年前出现 也是柯文哲2014年选市长 可是他主持这个MG149的那个手册 21年前 2003 你看右上角 就已经写好了 2003年12月23号 那这个是罗素雷委员给我的啦 那我跟他说来讲说 既然你要先讲清楚 这个到底是他写的 他说 这个从台大里面流出 他当年得到嘛 他说所有的这个 参与MG149的那些医护跟医师 告诉他 就是柯文哲写的 好那你看他第一条写什么 金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钱 却万万不能 没钱万万不能 第二 为了钱 全军叛变 为了钱 兄弟 反目成仇 所以呢 他就觉得钱很重要 但是21年前 我现在只跟大家讲 我不知道做什么年 只跟大家说 柯文哲真的很敢写 如果你今天讲说他写什么 他真的很敢写 他20年前就敢写了 然后为了要解决以上冲突怎么办 就是钱最重要 钱会让兄弟反目成仇 所以我们想办法 我们要来弄MG149的这个法规 你看第二章 鼓励大家使用MG149 把钱捐进去MG149之后呢 买私人物品或出国的经费 你先把它捐进公帐 然后再领出以后可抵用所得税 他就写这么明白 所以大家都来 利用我们这个账户 所有在MG149里面的这些医护跟医师 我们可以直接抵税 所以就没有所得税的问题了 第三个就是刚刚所谓讲的 不能乱讲嘛 对不对 来给大家看这个最关键的 因为很多年轻的观众朋友 可能根本第一个没提过MG149 第二个讲说 他真的把它写说 这可以洗钱了 来你就看这个嘛 这是MG149里面的这个第九条 提供对外服务 他还让大家不是说他里面的人 提供洗钱之用 第一个 如果你把这个钱汇入公帐之后 再由他有两个账户 一个是公帐 一个是私帐 其实研究来讲还有三个 再由私帐支出的话 过命过号洗钱 但你这个钱就要扣10% 因为你利用这个账户洗钱了嘛 所以你当然要扣10%的commission 所以就扣10% 但如果你汇公帐 但也公帐支出的话 他要只有一次作业 然后我方提供账户一次免费 如果要多次的话呢 开始要扣作业总额1% 观众朋友 我今天跟大家讲 这并不是说MG149 因为当年其实已经查过 那后来MG149 柯文哲是全身而对 蔡壁如帮他嘛 可是呢 当时质疑的罗书雷 他是会计师 他就是缺在林门一角 就是他有贴出来 在他办公室所有单据之后 他说OK 既然欢迎大家查账嘛 他就到了那个吉林路的 柯文哲总部2014年 我就带了两个会计 他本身是会计 把他上去 所以记者会贴在墙壁 可是会计师本身 到的时候他拉下 不拉进去 所以其实后来没有细彩 但这个事情过关了 我只是跟大家讲 再看一次 就是柯文哲真的很敢写 他连洗钱 他都可以把他写出来 提供洗钱之用 提供洗钱之用 禁工账 再由私账支出 因为有进有出以后 这个钱就洗了以后 扣10% 那不是跟现在的 木可一样 只有10%管理费 我在问罗书雷委员的时候 他那个事情很早 大家去看这个一个月前 我就问他了 他说维翰 这就是MG49的翻版 那我没有像他那么专业嘛 后来知道瑞德哥 其实比我更了解 但是我不会直接把他连结 就是是不是要重查 或是他等 可是罗书雷委员他本人认为说 他看了就是现在目前 木可 木可 那个过程当中 怎么一下进去一下要出来 进到木可 又要回给柯文哲 他说看起来就是MG49翻版 他认为 这是另外一个案子 因为我们这两天谈的是金华城 还有个政治现金 现在李文忠也被列为被告 200万人交保 他认为 整个木可跟巨人总部里面的复杂金流 其实他认为就是以前 柯文哲跟MG49的时候 使用账户的他的方法 有人讲说50岁以后你的习惯不会改变 刚刚韦翰讲说 这个MG49的翻版 而且我记得 木可公司 就是收10%的管理费 这个所谓的 这个USB里面呢 查出来这个所谓 2022111 就11月1号 然后呢 小省1500嘛 对 当然有人讲说 那是指1500 是下午3点见面嘛 那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要用ESAO党之外呢 那么 一格一格ESAO党之外呢 那么 你说1300还可以解释 有些东西 有些数字 里面的数字 是不能解释成时间的 所以说 1500还可以讲说是下午3点 可是如果是7800呢 有三位数的 三位数的 这个等于说 号码 数字 你怎么给我解释成时间 那个是没有办法解释成时间的 2022111 在这个 这个数字 1500 只是其中一部分 还有很多的帐 你忘了吗 那么 其实在裁定昨天 在裁定柯文哲 收押境界的法官 他的裁定书里面 有一段很有趣的东西嘛 为什么呢 柯文哲对于自己掌握 相关账户彼此间的金流 长配及支配的巨细迷移 环环相扣精明干练 法官当时写这个裁定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为什么这样写 你知道吗 我一直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写 我一直在想说 他是在写说 他怎么可能 对自己的账户那么了解 对金华城的那个容积率 那么不了解 原来法官在写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因为那些相关的证物里面 他可能看过 我们没有看过 跟不知道的东西啊 所以你就知道 那MG149也是一样啊 各位 MG149当年不是不起诉吗 对 现在如果重审的话 搞不好就起诉了 真的假的 为什么因为很简单 因为当时的氛围 是在柯文哲这边嘛 然后呢 有一个不起诉 可是你要知道 MG149的公帐的部分呢 台大医生 有些医生都有嘛 但私帐只有他一个人有 然后呢 那每个月20万厂商 会给他的相关的费用 当时解释是叫做演讲费嘛 对 那请问你 当时有没有去 照理来讲 你当时检察官应该去查 为什么每个月 每个月 每个月都是20万 对 然后人家演讲每一场 每个月都是固定的几场 然后都是20万的嘛 那检察官有没有去查 每一个月 每一场在哪里 他还在台大医院当医生耶 他每个月在哪里演讲 每个月呢 在哪里什么请公价 每个月出现在哪里 有没有签收的收据 没有签写的 没有查的那么详情详细耶 约谈的厂商 约谈的蔡壁如 他的心腹这样子 然后最后做成的结果是 相信了他们的说法 所以就不起诉 如果现在重查 重启调查的话 你认为MG149 会不会起诉又卡上一条官司呢